通货膨胀如何把一个公平社会造成贫富分化的社会,假设社会上有一万个人,每个人有十元钱,还有十万件商品,通货膨胀是如何掠夺穷人的,建议不懂得好好看看,这样每件商品的价格是一元,每个人都可以拿出他的十元钱来购买十件商品。 整个社会非常公平,假设有一年社会财富增加了一倍,变为二十万件商品,但是政府增发了三十万元货币,也就是说,到年底的时候,社会上会有二十万件商品,四十万货币,每件商品的价格变为两元每件。 增发的货币,第一个月到了一千元的手里,第二个月又到了另外一千个人的手里,直到最后所有货币分布于整个社会。 第一个拿到这些增发货币的人,他可以以每件商品一元的价格购买商品,他拥有四十元,可以买到四十件商品。 他后面的人如果拿出四十元,则要以一点一元的价格来购买商品,只能买到三十六件商品,再之后就是一点二,一点三,最后一个拿到货币的人。 他面对的价格只能是两元每件,前面这些人拥有比平均数更多的商品,只能以其他人拥有比平均数更少的商品作为代价。 如果可能的话,第一个人还可以贷款一千元,以一元每件的价格购买一千件商品,到年底的时候,以两元每件的价格卖出去,一千元还贷,一千元作为自己的财富。 也就是说,离这些赠发货币越近的人越占便宜,而离这些赠发货币越远的人,吃亏越大,某个山里人,在山里住了一年,等他拿着他的十元钱,准备买他预期的十件商品的时候。 他会发现他只能买到五件商品,这样一个原本公平的社会,就变成了一个贫富开始万化的社会,注意这当中没有欺骗,没有剥削,更没有掠夺,只是通过简单的通货膨胀,就已经完成了穷人富人的转化。 在现实世界中,贫富分化早已经存在,离准发的钱,最近的人只能是那些富人,他们会更富,离得最远的那些人,只能是那些穷人,他们只会更穷。 有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,通货膨胀并不针对穷人,而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,所以通货膨胀并没有剥削穷人。 实际上,通货膨胀所剥削的,只能是这些穷人,无权无势,有几个小钱,也只能存到银行里的穷人。 所谓穷人把钱存到银行里,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,签证满确,按照传统的理解,通账不是个好东西,对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老百姓,收入的很大比例,要用来购买食品。 食品价格涨了30%,他们每日辛勤劳动,换来的积蓄就不见了三分之一。 这种损失,没有任何投资回报可以弥补,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,通账就是趋落我的抢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再来点 Onto